提供每日最新市場資訊 商品貨幣 股指期貨 不同產品怎樣部署 Record Finance全新節目 民感輝 Kelvin 民感期權譜 各位網友早晨 距離長假期 還有兩天 星期二是4月28日的民感期權譜 各位網友 聲音畫面可以嗎 可以的話就告訴我們 文錦sir在這裡 早安 文錦sir 早安 早安 文錦sir今天笑容滿面 是不是好消息 都不是好消息 市場太多壞消息 但是在預期之中 我們就適應到環境 還有我今天就不是看太好 因為他結算太多 太多出的結算 他開不高 開不高就一直都是壓著下來 壓著下來 就是說大家都很保守 因為你知道 下午匯豐有業績 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 變成結算242附近都應該相似 你說再高一點 他今早就直接開不上去 不用太過憧憬 他會非常高的結算 但是跌下去 又不是很深 上落市大家不用擔心 今天早上有些有趣的 那個事好像審慎了 突然間不跟著美股 因為之前港股好像比美股強 你看到昨天很明顯 美股那邊好像氣氛很好 那個避免情緒突然間好像放緩了 然後美國就大升 簡直是道指追上來的恆子 美國就預計了他玩重啟經濟 這個也不是問題 重啟經濟不是問題 重啟經濟一定會有一些比較開心的氣氛 跟這個港股大陸A股都一樣的走勢 但是他從啟經濟之餘呢 其實他幾有信心 他幾有信心 什麼看到他有信心呢 就是針對中國那些辣椒開始來了 我完全同意 開始得閒了 是的 他一下就已經說所有高薪科技出口 除了給那些軍用的就更加不行了 普通的民用都要批了 這個也不是大問題 你出口不是大問題 現在他入口才嚴重的 美國佬說所有中國入口的東西 不是你說入口就入口 要政府批了你才可以准進口 那你真的不用關稅給你來的 我告訴你 嗯 你知道了 已經開始有些部署了 那你今天這個國內的A股就 是的 有些網絡都說跌2% 重創的 因為你最主要 第一 你不讓中國進口美國 這樣就很嚴重 第二 你那些高薪小小的高薪科技 不可以去中國 因為有些東西 中國是可以做到 但是那個最精巧的芯片 那些東西都要進口的嘛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芯片的 今天跌得最厲害的是創業板 高薪科技那些都跌得厲害的 通常都跌停板 就是今早一打開那個A股呢 就已經知道不對板了 因為其實恆子真的很厲害的 恆子他9點3開 開不高 然後看一看A股 雖然9點半至開 但是他們的報紙盤在那裡 都不是買的 那就知道應該是不是很對板的了 但是我自己都信心都拔了 那今早早呢 它那個積月那些期權呢 24200點的那些潑呢 十幾點而已 十幾點 不是叫你們買 就是說十幾點 你的市場開不高呢 它一閃下來呢 就會漲價 那現在又跌回到12、3點了 剛才最高去到24、5點了 因為你要跌下去24、2樓下你才會贏的 其實很辛苦的 贏它很辛苦的 但是你中間 偷它雞呢 就很容易的 偷它雞很容易的 那我也踏了一轉 那就算了 那算了 那就繼續 看著市場呢 上就上不了 下就下不了 因為最麻煩的是今天結算 一天之後有假期 那你難道還在重倉過市嗎 你現在的大行在發工嘛 高敏說油價不行嘛 是啊 昨天載了4元下來 嗯 今天再跌就快2元了 現在穿了11元了 哦 是嗎 是啊 穿了11元了 然後又在那裡說原油庫存 不夠位啊 各樣東西啊 哇 很多壞消息啊 還有哦 大家的焦點就在原油補 其實呢 上面呢 除了原油補之外呢 還有很多原油掛鉤的理財產品的 嗯 嗯 那好彩是什麼呢 好彩就沒有爆煲 但是就輸大鑊 嗯 嗯 就是說你那個投資者呢 你是拿回部分錢啦 就是如果你要走 你不走就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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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繼續跟他賭啦 那昨天又是 又是美國佬繼續 又有一隻ETF又轉倉啊 是 那隻USO還是UCO 我都不知道了 又轉倉又是移動了倉去軟跌 那現在呢 最嚴重呢 昨天呢就是 就是我們做期貨呢 Active month應該是最Active的嘛 是 現在呢那個 走去軟跌啊 走去軟跌真的有些麻煩 就是你變了很難反映到實質的那個 那些人去哪裡 現在7月又有大倉 8月又有大倉 90、11就不是太多 那12又有些 但是去掉了7、8月的了 嗯 那6月都有 但是那些 如果它是逐漸逐漸扭了去 7、8月呢 那6月就慘了 嗯 就是6月就很慘 就是現在的市場呢 就在那裡角力 6月給了孤兒仔 在那裡角力 就是 你如果是想收有的 你是想 就是說你是想收有的 你就繞上手咯 嗯 你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你焗沽的嘛 那我到時在低位罵你 那你負值啊 他撓到他收貨啊 嗯 但是你沒有條件收貨那些就糟糕了 渣倉那些很嚴重的 那就迫著斬了 那又逼得下來 那變了呢 你那個遊市就是唯一 唯一一個可以遠離這一次 所以就要听听方展博的师傅说 及早离场 你真是聪明了,及早离场 那说说USO的单新闻 所以先说一下 你说吧,USO要更新大家 他现在持有6月7月的 把6月7月转轨了 现在3乘7月之后 另外8、9、10、12月各佔15% 另外还有10% 是下年6月的 所以由6月转轨走完 6月期货其右插进去 接近跌穿12元 那今天早上还有11元 就是这样 没错了,你才看到 大家都是在备 那个 即月那个 是的,随时有一个陷阱在这里 大家都避开他 避开了就 我自己就不太信他再负值 但是说你个个都走完 个个都走完就困难了 因为你有机会 没有购买 没有购买 没有购买怎么沽 所以你持有仓 真的不要走完去 你不要走完去6月 你想偷鸡 即日赢输 你都要走 你不要过市 过市睡醒觉 不知道什么事 除了他昨天四五点钟 普京又说打电话 打电话叫他们沽 原来 但是米甘sir 我觉得ETF 无论是USO也好 什么都好 我觉得直播率低 因为你现在买 其实已经买了远期 其实远期 我当你9月那些 24元 其实你已经价格了 油价到了三个月后 会升回十几元 是的 就算你有个V型反弹 因为你转仓又输了 好了 你去到打横行 你要记住 打横行 他是不是去到9月才平仓 不是 他去到7、8月 他又在担心 要转仓了 一转 又转到12月 或者明年12月 那个价格 你转仓 你看看远期的仓 是否低水 不是啊 高水 又买贵的几元 那你就这么高仓 你都输了 我告诉你 你的油价 现在你买了二十几元 但是你想你赢回 要上六十几元 是 那你是不是天方夜谭 都不如 及早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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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 不要紧 输了就算了 找过一些机会 其他 找回 又或者 真是 你反正都是 你预认了 你预认了那笔钱 输的 你最晚又是 弄他 输了 反正都是 你弹上去 又没有利分 跌下去 你又是输的了 那倒不如拼一次 找命跟他拼 可以就不行 就离场 因为真的 真的 你如果拿着一支ETF 想平手 基本上 机会是 是没有 不是说很小 是没有 你一路转仓 一路转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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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被人大转 好了 那说完又说说金 很多网友都问 金是不是好像回紧 是呀 我昨天和大家说的 不是很对板的 不是很对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 我看他 昨天是 到了我们买入的价格 现货金和期金都倒价 都能走掉的 都能走掉的 今天呢 今天的价格又会再低一点 今天如果现货金 你可以放穿千七 他可能最低 试到九十到九十五 嗯 其金呢 最低呢 可能试到下去 一千七 齐头 就是一千七百 和一千七百零六 嗯 大家不要心急买了 如果之前买了 在上面买了 下回来的 你就要吃点糊 又或者昨天买了 今天都还有盈利的呢 你那个仓可以拿 但是不要那么重 因为有机会再下低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担心是什么呢 我担心 不是说市场的风险 低了金价跌 不是说担心美金 继续升金价跌 我是担心有些政策风险 是 因为国内呢 出现原油保 这个意外之后呢 有些风声呢 就要在那里检讨 检讨啊 检讨啊 检讨现在的商品挂钩的理财产品 是 喂大哥 如果他说 我都是建议那些投资者 不要参与黄金买卖 喂 那他的基金就要走的 喂 大陆买了很多金的 他这样担下来 哪个接得到你啊 大哥 不过呢 就有个好处呢 就是他们那些全部 大部分的金的ETF 就不是做棋杆杆的 就是不是做棋金的 因为我想他们国内那些黄金保仔啊 那些都应该是 都应该是实际 不是牵涉到杠杆 嗯 那那个杀伤力就不太重 如果他有牵涉杠杆的 大家我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有去了解 但是我就担心 万一国内这个监管机构说 这些产品不適以逃 是啦 最好就找在一个 限定某一个时间之后 完了结它啦 那我就怕市场呢 就突然间多了一批 那他提金就没问题啊 提金当然夹上去 那如果他是 他要拿回钱 那那个银行就要沽金 那就复杂了 那大家就注意这个风险 那但是走势呢 那个金是 那长远就一定好的 那你中间这段呢 他 那个金呢 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跟你说 他们单调一个星期升 一个星期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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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到你这个星期呢 又刚好呢 是要走向下跌的那个星期 那但是你们 如果是正常的 普通2840那些呢 就三个交易日 炒物明天 那但是如果你有做 现货金或者期金那些呢 市场是照开的 那大家就看着 注意风险了 注意风险了 金不要穿什么价呢 那期金其实他如果 那今天穿1715呢 就已经是警号来的 这个是警号啊 不是说马上跌 那但是就进了去 向下走的那个星期了 就是现在在那个 刚刚在那边 现在在做1715了 是 如果那个现货金的那个 那个铃铛呢 就在17805 现货金现在什么价值 看一下现货金 如果现货金又走下去呢 就響了铃铛 小心啊 嗯 不是 是穿了 现货金现在0.02了 那看起来 那今早上亚洲的盘一定跌的 因为 因为 就是不止我 会看着大陆那些东西 嗯 大部分呢 亚洲盘呢 就是最大的买家 都是在大陆的嘛 嗯 那如果大陆 那些盘真的走的呢 那金真的按下去的 所以不要心急买 不要心急买 我们经常都是的 撩底 就还撩底 但是如果它的势是转下去呢 那我们就不是撩底 是让它破位才追 记住 破位才追 那连续几天 我都是叫你们在下面买 那今次倒转了 今次它是上回上面 嗯 我们才能买得的 你上回 上回什么位呢 那金起码 现货金起码 站回到1711 嗯 起码站回到1721 楼上才叫 进了个安全岛 就没买得的 安全了 就是说 它在这些位置呢 就不应该再向下走的了 但是我们都还要等 等到市基成熟 要很高的 要买位 买的那些位要很高的 所以不叫你们买住了 但如果你们说我长线的 坐得的 实金的 坐得的 那就摆 实金你就摆在1690 95那些位买了 嗯 OK 好 注意风险 因为现在真的一定要跟大家说 风险提示 自从那个人摆完一下下来 大家 大家有些 有些 是有警觉 但是都不会 行动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行动 千万不要听了我说 又没有行动 不赢就没问题 最怕你这次听到 下来买了 一买了 不懂得转身坐了艇 糟糕了 嗯 明白 除了金蚁蚁蚁方面 美元还是更强 我看一些报道 昨天的避险情绪好像低了一些 但是美汇真的很弱吗 又不是 我看到的 美汇还不是很弱 因为其他那些 澳、楼 反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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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又弹 日圆又弹 但是欧罗还没弹得够 欧罗还没弹得弱 如果欧罗弹得弱 美汇昨天好像穿过一百 闪回上来 但是又是又爬回上来 闪回上来 因为很有趣 你见美债又不是很弱 各样东西 大家其实钱 各样都有些审计 大家都 有人看好有人看淡 美汇我自己想买欧罗 上次买了欧罗 跌了下去 虽然我没有输 但是低位我就不敢买了 我要买 但是它跌了下去 我的位置我就不会买 我要它破位才买 现在它破位 它要10860楼上 我才敢买的 10860欧罗现在呢 现在10826的嘛 所以我又没买得的 我看它晚些 它撞了上去我才敢买的 这些位置我不敢买 因为这些位置一买 它穿108 我又捱到来107半的嘛 所以我要等 我要等 我们很忍得的 就是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忍耐 其实投资真的很好学习忍耐 因为通常呢 尤其是现在都好些 因为现在的房地产很难 因为房地产跟股票一样 它们很多炒家呢 它不可以没有货享受 股票一件买一件 股票都是股票一堆就买一堆 一来股票就有些堵性了 大家都已经是堵了 但是房子都是的 做房子那些都是 它们拿着那些货 沽了一件 它们当然要找一件便宜的 这样做 所以大家 楼市就 不值得那么快去去搞它 你等到通胀真的来 你才追房子都不值得 现在的房子 就是现在最有趣的是 你在街上看到 你的隔壁真的多到不行 是啊 你的隔壁真的多到不行 但是他们 因为他们上来那一波 还是赚钱的 所以现在它就没入育 没入育 但是如果你现在冲上去接它 那些推下去后面呢 那就会有些杀伤力的 所以大家也是 你需要的 那你就 要住就当然没得说 如果不是的 你就等一看租金怎么跌 租金跌 现在租金跌 你租金跌 楼价自然会跌下来 嗯 好 那就是 有个网友1266 就拿着绑 绑 怎么办 绝推高 1266 1266 楼上持的 现在125 124 124多 是啊 持了很久了 是啊 都很久了 都应该 这个是不是 说 波罗斯尔森入院前的价格 是啊 应该是波罗斯尔森入院前的价格 那时候 下面又没有交 我估计就是他130跌到1266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跌了400点了 那可能会想觉得都平平地 不如入一入 这样 那可能是担上去改一下买的 就是没理由想 没理由 你如果130跌下来 你1266买了 你走到115你都可以熬的 嗯 那你走上来这些位置你就继续熬的 因为你去到125你都没有斩 但是如果你是在秋穿125涌上去追 你其实你1266 哇不是啊 他真的在1130跌下来那时候买的 是啊 因为上次反弹都去不回1266 是啊 如果他是做sport的话 你是做现货你就放在银行咯 不要紧啊 你做杠杆 你如果做杠杆捱得到 1266捱得到115的 你这是一个高端的客户 我已经教你不了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如果你是现货的你就放在银行咯 其实如果你们呢 你拿草外汇呢 你不是做杠杆的呢 其实你高位买了不重要 你跌下来 你合心水你又买些 你跌下来合心水 就是你当月供股票那样 哎呀我就在那里了 是啊 是啊 总之一个月 总之月头某一天你就去买 你买些外汇你这样 你平均成本 将来第一 你就是想着 我要去看一次 人一世就一世 一定要看一次 我喜欢那队的球队的 是 你喜欢去曼联的 你去曼联 去曼城的 去曼城 就近些 车路士阿仙奴 不用搭火车 是 那又可以 所以最重要的是 草英榜 我其实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草英榜呢 世界盃 2008年 是不是上次世界盃 不是201多年 上次世界盃 16世界盃 哇 是 在这个中东 是 在卡塔尔好像是 世界盃 全部都室内的 有冷气的 是 我心想 这个提议都挺好的 所以我就开始 自从在那个世界盃之后 每个月都买少少英镑 那我存英镑 我肯定存美金 我存英镑 就一直存 存着 如果存够 而他又是真是 搞得成的 他那个世界盃团 其实 应该叫他早点搞 你知道 如果吹鸡 複架 可能很多人报名 是啊 二二 你知道吗 你还要记住 看球 人多去看 是很过瘾的 看完球 你还有 看球前又兴奋 看完球 还有哭球桑 你说多棒 没错 没错 说起来都很开心 大家一起继续存多些外币 是啊 存着钱 到时我退休 我带队 退休这么快 好 有个网友 2840 他就1157 就拿着 看看现在没有什么建议 1241 OK 今天就继续十多元 因为金价回了一点 因为回了一点 因为回了一点 他有多少买的 1157 1157 1157 那你其实可以了 你长的 2840真的可以长短均的 你低位买到的 赢了一百元的 那些 其实不怕吃糊的 吃完糊 你就再找位再买回 你知道了 我整天都跟大家说的 你看先 我给你一个好位买 2840 2840 2840是跟原油ETF不同的 这个是实金的 嗯 没有杠杆的 30多 他一穿30多就下了 嗯 27 27 27 保守一点 看看他会不会下回 1220 下回20元 或者30元左右 你就再买过 嗯 有机会下回到1215 1215 是的 那些位买 嗯 因为上次60多元那些位置 就差不多了 有见到166多金 就应该再买12840 这些位置 他充了两次 1740多元 过不了 他就休息 但是长远的金也是好的 我们今年的目标 你记住 我今年的目标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800元 1800 1750多 你和我的目标价差50元 嗯 你剪头剪尾 那你这些位置走 其实没坏的 我这些很有趣的嘛 我到1800元 之前一定走的 走了 过了1800元 你站到1800元楼上 我又再找个位置买上去 嗯 就是stop 最重要是有一个stop 还有你这些2840呢 嗯 这一两天有一些压力 这样两天跳下来 1250 你看他会不会闪到上去1250 都可能问的 就是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你看看下午欧洲进来 如果是队 下午欧洲进来队 穿1700元 你就走 嗯 好 那有网友说商品期货跌了什么 高盛除了说油价 就是继续看淡積月的油价之外 他也有报告说大宗商品 开始rebalance 可能开始会积蓄底 那看看雷金sir有没有 你看过糖就知道了 你看过糖就知道了 我经常跟大家说 我现在天天盯着糖 你知不知道 那糖呢 它穿了10元 穿了10元 穿了10元 是一个终极来的 终极来的 那糖扔穿10元 它会跌一波 跌完这一波呢 那糖肯肯跌回到10元呢 就是那个信号 那个商品期货到底 嗯 你看完那糖呢 你就看着那糖 真的的 你很难 你开糖的图 你就知道 它跌倒下来都是这样的 跌一大波 它由15元跌到来9个多 就快跌一半的了 对白的 你再下的 那些借拿去喂猪 不拿去榨糖 不拿去做月唇 拿去喂猪算了 因为猪肉 猪肉多人吃的 现在 有网友也要求救 他11.26元 买了两张 谁知道越跌越深 他说明天都结算了 他说现在都没什么做到 又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对冲 那这个商品期货 有没有什么情况 11元几买糖 它弹过一下上去 你应该走 因为它上不回11元 你应该走 那糖很明显是沽下来的 很明显是沽下来的 但是因为你们很多时候都不会淡的 因为看到东西就买了 糖弹过一下上11元上面穿了下来 连跌的有1,2,3,4,5 连跌6天 就弹过一下 他现在这次是连跌3天 你看看拼不拼拼 如果你拼了去7月 拼了去7月 你这些位置 你多跌一两天 他碰到9元一定会弹的 你真的拼多一下 你真的拼多一下 就是接近9元 接近9元你就买 但是穿9元你就一定举手了 就是投降了 就是不够他炒了 因为他数你数了 就数掉了你的花出来 嗯 接近9元买多个蛋 有机会弹上10元的 有一个糖在10元下 但是他过10元才知道 但是因为你现在环球的经济 环球的经济要时间复苏的 但是糖呢 你糖一定要的 就是其实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健康 很多人说小糖小糖 但是糖最大的买家 其实是那些饮品商 那些饮品商一定需要很多糖 你来到10元以下的糖 是很吸引的 因为我这几天都在看那些糖的 就是 因为为什么不叫大家去参与做糖的期货呢 因为糖的期货呢 糖就是另外一个交易所的 是ICE的 CME和ICE的分别呢 就是CME我们看价呢 它那个收费呢 就很便宜的 就是叫大众化价钱 就是如果我参与 我不是很熟悉期货的 那我看CME 又或者有些期货公司 直接免费 因为他们公司给钱 给客户看 那你们免费可以看到 一些CME的 柚子、金、大豆、玉米 那些免费报价 Dow Jones 那些大部分CME Group 所有的产品都齐 还要免费 好了 ICE呢 为什么香港那么多期货公司不做呢 它平均每一个客户 每一个客户想看它的即时报价 要给110多元美金 哇 差得很远 当然差得远 那好了 你想想一间期货公司 我做一张单赚你8元美金 一百一十多元 我要做十多二十张 我才能够监制 如果我给你看 我才能够监制我的数据 那倒不如不做 所以香港不是很多公司 提供这个IC 其实有些都提供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看一些延期的 大约什么价 那你遇到什么价 那你就打电话 over the phone 打电话去期货公司 我想做一张什么合约 然后就帮我什么位置挂买 就不是用电子交易 就要通过期货公司 又或者 就算你是电子交易 它那个价格都是一个延期的价格 那你随时 随时你转 你知道我们炒期货是价格都要跳的 你看着延期价炒 如果你又炒得赢它 那你就真的很聪明了 已经属于天才了 明白 OK 那就说了几个问题 快回答一下 有没有说猪肉弹了很多 牛肉有没有机会追上去 经济复苏有机会 全部都是炒经济复苏的短暂 因为生畜啊 肉食啊 经济停了 销量是低了很多 因为那些牛买不去 全难的数目是多的 但是都是反弹的 我不看好生畜的 包括猪肉我也不看好 但是你知道反弹的东西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你说追落后 猪价上了牛价 我还没想去买牛 这个我没试过 我没试过 是是 澳洲指的网友说 陆陆拿着了 那有没有机会想坐得上去 他说坐了很久 有机会 有机会 澳洲已经上了很多 那澳洲你 第一 它那个货币政策 就不会再有什么大变动了 它出了两次的财政政策 其实是对板的 它那个零售销售又好了 那澳洲呢 彈到上来65 其实就有点阻力了 它又56彈 56楼下彈上来的 你如果来到这些位置 第一 第一 澳洲也是傻的 澳洲还要接近中国大陆 重计经济 经济好 但是 你如果66 我叫你65走 那你就输100滴了 嗯 但是你去到66走呢 其实你去到66里 一走他就抽了 走走走 是啊 很尴尬 现在是最尴尬的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其实你熬了这么长远 熬到回来这个位置 其实就输不多了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走的 因为最痛苦的 现在就是你拿外币最痛苦 你拿着银马大的外汇 最痛苦是没有利息的 是 那我用不着剃这个风险呢 如果大家都是0.25的 那我不用剃这些风险的嘛 我说 港息虽然低 但是我说香港拿美金 和拿澳洲 澳洲的 你跌起来可以由66 跌到到56的 跌成千点的嘛 那你大家想 就是之前澳洲跌下来 其实是要买的 因为十几年低位呢 你想想有多少可以撞到他 这样跌下来呢 那你跌下来没有买 而弹回上去 这些位置想求和呢 那因为你再上去 你去到66就一定会停的了 但是你过到66呢 那它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真是你如果炒环球 商品呢 应该不是今年 而是明年 那你就看这个唐价了 唐价肯弹回上10元呢 你那个澳洲就有机会66了 因为我自己来到这个位呢 是是是 对 那学术上讨论 是不是应该要 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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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d 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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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沽六十楼 直接沽六十楼,就算你现在跌下去 那你也在6-64那一段 你之后跌下去,唯有这样而已 你要是沽两份,沽两份六的路 上去你就不赢咯 那你就立刻平一份咯 但是你如果再跌下去,你两份就能够遮到 但是你放一个停在6-64,你再穿六十楼 六三七零,就不对板的 你不穿六三七零,你就跟他死过 好,最后讲到美股 因为你在下面也坐了这么久 美股,美股难过我 我不是很信他那个重启经济 是可以带动个美国经济V型反弹的 我不信的 所以你说他再上去2-42楼上 我就建议开淡 看他今天的外 美股,美股走得怎么样 我都没有看他 DAL DAL DAL跌了66,24000楼下 嗯 都是啦,你242楼上就一定开淡 242楼上就找位开淡 那他今天如果是下去 现在就又穿了 其实今天应该是向淡走的 穿了950 23950就不对板了 23950 23950 你看着下面880 23880 23880 穿就应该向下走了 他不穿他还可以弹 但是你高沽我自己看美股 不是那么 就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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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恒指又炒上来 这么厉害的 这么厉害? 是啊 又上回242 又厉害 是啊 又厉害 V型 是啊 挂着说 没有看 再上来 好 OK 好 谢谢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今天又好 尝尽 有overrun 那就麻烦了 文錦sir 好 早晨床英直播室 即将开始了 不要走开 早晨 各位朋友 今天是10点47分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REGA FINANCE的YouTube Channel 只剩下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近这两天有没有什么金融新闻资讯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很多踊跃的问题 今天回答不了就非常不好意思 不要紧 我们胜在节目多 大家可以横传去FB Live 个别估计的问题 还有明天放假之前 我们也会有节目调动 大家要留意着 因为我们未来的studio 我们可能会再做多次装修 这个就差不多四天了 所以我们四五六天的节目都会有调动 大家留意着公告 但明天又如上也会有很多节目 包括早晨障音直播室 民感杰拳譜 今天FB Live 然后还有收视有视看 还有一股定输赢 所以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下大家 留下不同的节目去问不同的主持 有网友说有个Oil的ETF公布退市 我都不知道 有个ETN会退市我就知道 这个网友或者补充哪个油的ETF退市 如果它退市就不会有total loss 就会给你 通常会有个期限 你就可以用那个价去述回 应该就不会有total loss 有个ETN是如何 ETN和ETF的分别 其实ETN某程度上 有点像原油宝 不过这么说就吓死大家了 即是它都会声称它会跟住一只资产格 但那间Bank就会赔回你 其中有一只ETN公布就会赎回 可能它觉得炒不赢 其实为什么呢 我是一家银行 如果我去 这样分享 如果我做一个旗油的产品 原油宝也好 ETN也好 其实我赚你什么呢 我就赚你两个东西 所有银行都是赚差价或者散手续费 比如说差价就是你不想自己买旗油的 那你就用我的产品去买 比如说你买 你买 我这个 即是现在当旗油是10元的价格 可能旗油升了12元的时候 你买了 那我就赚过百给你 我就赚你两毫子 这是其中一个玩法 问题就是当银行现在这样去转仓的时候 其实它自己都可能质得不尝失 我没有钱赚我当然不会再做这个产品 银行的思维都是相当简单 它都是纯粹靠吃伏 要不就吃手续费 好 这位网友再告诉我哪一只油 有这样说 3175昨天旗油大跌 你们就避过一劫 如果还拿着3175 因为转了去9月 所以就是有得有失 仍然那句 油真的不行 虽然我觉得反弹是实惠的 第一件事就是供应方面 不是供应需求两方面 需求方面 是你迟早疫情过了 需求会好一点点 但是更加重要 就是因为转油井那些 其实是下降了很多 因为做不住 你泵油出来都没有订势 你泵油出来 你还要储存都没有 成本这么贵 那些人就唯有不泵油 其实我知道是下降了很多 这件事在大半年之后 可能会某程度上 令到供应减少一点 供应失衡会好一点 但是那句 那时候油价比你利用到多少 30元 那你9月期油 你转仓时已经是25-6元 你真的没什么水位 都是那句 除非你有一句 你把这个钱扔出来 我不在乎 你是巴菲特 我真的以为是趋利盈涨 好 有了 第二有个网友说 Temberton 就是关闭了六只印度债券基金 是不是最近都不要投资呢 印度债券真的不懂 不过新兴市场 现在的债市是很畸形的 有一些主权国家 比如美国 欧洲 英国 欧盟 英国 长期的要求越来越低 但是那些钱就涌进去 但是同一时间 一些新兴市场就开始 要求高期 因为第一 那些钱就由新兴市场 转去 即继续避险 去回美元 第二就是 那个平级机构 就 继续不断降级 这个 也是 挺大 所以 新兴市场 虽然债券方面 要请教Dr.Hum 但是我觉得 就真的不太行 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债券 就非常之危险 你说新兴市场的股票 可以吗 就看市场 我当然是看好台湾 有网友问一些 马来西亚的股票指数 这些就要找专家 市面上有什么 马来西亚股票专家 马来西亚这个MM2H的专家就很多 但是 马来西亚股票专家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打定一下 大家又可以flow一下 那我尝试可以邀请一下 那新世界这个四合一 我等下问一下 这暂时答不了 好 那就讲讲昨天的股市 炒重开的 气氛好像不错 好像不错 那你见到道指升回三百多点 那果然NASDAB 就没什么力 就升得比其他两个都小 但是small cap升很多 Russell 2000竟然升四个多百分比 那真的要继续观望 我自己开始 我发觉很多不同的 包括文金sir 包括其他主持 或者外面的报道 都觉得五月是大家要小心的 这个 我一早在 和美股队长的seminar 之后的patreon特備 我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就说 我觉得五六月是要很小心的 不 直接讲白一点 我觉得是会有个调整的 但是当开始很多人会这样讲的时候 究竟会怎么进行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是市场再夹多一千多百点 然后再回调 还是现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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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由低位弹回来 我当你二万四千二 正正是五千三左右 正正是五十百分钟 我整天都说 这些全世界都知道的位置 究竟会怎样呢 他是不是会特意纏过五十百分钟 然后再回调 就有一句 我不知 不过 基本上 我都 其实我特别提及了 有几个因素 第一 五月五六月 会真的看回四月 四月数字应该是最差的 所有经济指标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 现在的业绩 这个星期还挺得住 因为始终有些科技股 虽然我觉得都很令人担心 但是 他怎么都会一两只做得OK 还会挺得住 但是过了这个星期之后 就怎么样呢 之后就出了零售股票 可能 他未必很差 但是他下调全年目标 就足够令股市会有调整 这个 大家都要小心 有个网友就说 什么都跌 是不是没有投资 也不是 他是不是会大跌 真的不知道 这个时候选择股 就不要选择 譬如 这个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之前Casper说 台積电是不断赚钱 台積电是超强劲的 我不是看到你现在直接冲进去 还是很强的 所以反过来 这个调整也好 不调整也好 其实是给大家去找一些股票也好 资产也好 作出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我觉得反而这个时候 最好时间是找你去买些什么 就不是 譬如 现在港会这么强 提外说两句港会 港会 港会又再拼钱下去 接美元的沽盘 接了13.77亿 为什么呢 很久没试过 升穿775 这个强方保证 这两三年都没试过 你问我有没有古怪呢 我觉得真的有点古怪 但是我真的没解读到 这五年以来第一次去买港元 港元这么强 你问我 如果我暂时的阴谋论 就是真的有堆钱 是不知道哪里走来香港 然后就再走 你问我的部署是什么 如果趁港元这么强 你问我肯定是唱美金 你问我 有什么损失 没有损失 除非 在联系汇率的损失 是接近没有的 除了收束费之外 在联系汇率以外的损失 除非脱欧 然后美元大贬值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风险 所以我不会叫大家睡 但是我自己个人建议 这个时候就是唱D 例如你身家一百万 一两成不是太过分 我个人的看法 说回美国 昨天避险情绪好像很好 金又下跌了 美区的报道就很奇怪 那些报道就说美元弱了 但是我也一百 美债息就升了一些 我看看债息 是的 的确是升了一些 你考虑10年就比较明显 升了大约8个大点 也算是多 由2020年 10年就7个点 不是大点 7点 0.67 但是都是低 都是很低 我不觉得这是很明显的避险情绪增加 还有第三个指标就是VIX VIX的确是又下跌了 不过都是去到三十多 三十多不是一个低的数字 我觉得仍然是要好好小心 这个股市 我不觉得是一个很进取的时候 个人觉得 虽然最低到三十三 OK 有机会今晚就跌穿三十 但是三十还是高 我觉得大家想想 当美股升的时候 是十六七 可能是平均 现在是一倍 我仍然觉得是十五十 好 还有记得罗家冲 KC博士 这个周四 我们装修 我们会再找地方和KC6 一名惊人 大家不用担心 上周四 KC博士说过 有几个原因 如果今次美股再出现一只脚的原因 第一 经济还没有搞定 第二 疫苗实在太乐观 其实还没得到 第三 就是经济的数字 开始显现出来 那个萧条的迹象 而最后 他就怕一些军事的擦枪走火 上周和KC博士做的时候 都还没出了金正恩这件事 究竟会不会有些不确定性在北韩那里 这些是没有人猜到 好 今天就说个别的股票新闻 昨天升跌也挺难捉悟 Amazon是跌的 Facebook也跌 道指为什么这么厉害 迪士尼3M和JP Morgan也上升 Golman's X也上升 真的没啥露足 另外个别股新闻 波音说两句 波音说 今天我的标题就是 能源股还是航空股大事 其实都是这么大事 波音说 要需要借更多的钱 在未来的六个月 另外不会预期会派股息 打后的起码一年都应该不会有股息 当然是 虧得妈妈也不认得 他未来星期三 就会出第一季的业绩 上个月 有一条credit line 138亿就完全借尽了 好笑 昨天有个网友说 有时你说中资的问题 就好像说得很激动 其实我说美资的公司 都会说得很激动 这间公司当然是垃圾 你问我 真是离谱 但是这么说 我真的不会炒 这间公司 很差的时候 反弹得很厉害 我觉得 相当之负面 我对这间波音 非常之差 我觉得 整个航空业都是麻烦的 全球是借了接近300亿 给航空股 其中美国的航空股 接近200亿 欧洲航空股占100亿 我觉得真是玫瑰店 你环色也有夸牌环 当然 你就要看 譬如唯一好消息 就是波音737 MAX 何时会复工 但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跟有的情况一样 航空股 你是炒它反弹 但是背景需求很低 没有人 大家都不敢去旅行 不敢消费 而且你不会 你顶拢 就是说 我当你九月开始 正常回来 你可以飞回来 你不可以飞回 之前的半年 你损失了就损失了 所以就算是买 我也觉得不是这一刻 可以 另外说起能源股 能源股当然是非常严重 韦宇提出一件事 要大家小心 就是 韦宇在周围射箭 昨天出了一份报告 因为油价低迷 而且非常波动 令到美国的能源企业继续违约 违约事件会继续加剧 他第一讲的需求等等 他预计今年的能源 high yield bonds 以及一些机构杠杆 类似CLO那些 违约率是接近18% 其实这个非常之高 18%违约率是 垃圾债券都差不多了 上一次创约的纪录 就是18年和17年的年头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这个违约率大约是300亿 300亿左右 这是之前的5倍 但是市场未有很大反应 但是今早原油期货继续再跌 这个也是非常小心 所以那件事就算油价复苏也未完 这里想提及联储局 未来四月会议息 大家预计都没什么好办 不过就会说说 对于未来的利率的走势 之前都有些讨论 联储局其实是什么 公布了23000亿又如何 看看联储局的 balance sheet 这个就是TOKEM最喜欢讲的 整天都讲得很夸张 去到6万亿是真的 由短短的 一月中仍然是4万亿 現在四月兩個月已經到六萬億了 你說是否很高呢 不是很高 有一個預期 預期是去到十萬億的 就是去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一點都不出奇 他又不斷買 很有趣 我看到經濟日報有這樣的標題 經濟日報就說 標題就是美聯儲再降下降 這個買債規模 減至每日一百億 我看過內文 內文只有兩句 美國聯儲局進一步下調的買債規模 買國債目標從上星期的一百五十億每日變成一百億 紐約聯儲局將MBS的目標下調至八十億 這個新聞我覺得奇怪 你給人感覺好像聯儲局在收緊手 收緊水 事實上是不是呢 你看平衡就不可能 事實上究竟是在買什麼呢 原來就剛剛出了一個更新的 聯儲局現在就沒有錯 他國債上可能會少買了 但是他買很多叫做地方債 他就會買很多這些地方債 之前他也有買的 但是他有一個限制 就是買什麼地方債呢 就是一些州份或者國家 他買其他的自己地方債和其他的國債 他說如果國家要200萬人口 不知道他用人口來計算 很搞笑 要200萬人口或者是50萬個居民 他才會買的 現在他就改了 就直接是只需要50萬人口 就是作為一個國家 如果城市就只要25萬的話 他就可以去買了 OK 這裡就牽涉什麼的城市呢 包括他們自己 譬如洛杉磯 還有阿里桑那等等 就是說這個地方債務的問題 都是相當之嚴重 所以聯儲局 因為國債他不需要擔心 國債他買少一點是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只看這個報道 就覺得是不是聯儲局 如果少買了國債 國債會不會倒價 你看一下價錢真的不可能 因為源源不絕的錢 美金都是衝去國債的 所以他是不需要自己買國債 於是他轉去買地方債 其他國家債 我覺得這個新聞也挺神奇 為什麼聯儲局會買這些東西呢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大家之前也想過 他會不會買一些high yield bonds 記得他曾經也說過 白藍克說過這樣的說話 他說我會用盡所有的方法 去穩定這個債市 他講完之後 其實那些high yield bonds 那些ETF 我講過LQD等等 全部都反彈了 彈了就收工了 其實他沒有出手去買這些債市 他主要都只去到這個 這個MBS 還有就是 Investment grade 好像都有的 不好意思我怕說錯 這篇報道沒有說 所以聯儲局 他除了他國債就不需要買這麼多 他反而就買很多這些 是應該有Investment grade的債 和其他的地方債 所以搞到他的平衡就去到 六萬億甚至更高 大家都談論了 聯儲局這樣賣掉的東西 不太行 那你就扭曲了市場 你不是說市場經濟嗎 他就說 非常時期是非常手段 我再次重申 我不是消費 我不是spending 我只是一個借貸 我是共渡時間 你們如果有哪些公司機構 因為發債 你不行 你不行你發債 我是借錢給你 我就不是買你的債 OK 這個就是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好 繼續講講 今個禮拜有些什麼 大家要留意 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三樣東西 第一個消費信心指數 今個禮拜會出的 預期都是差的 第二 原油庫存 明天就會出 究竟有多少呢 大家要留意 第三就是 也都昨天說過 非常之多業績 就會今個禮拜公佈 今個禮拜 在S&P裡面 有173間公司宣佈業績 非常之多 其中是Apple Amazon Microsoft 和昨天明天的波音 預期第一季的收入 將會跌15% 這麼少 然後能源業方面 利潤應該會跌68% 我覺得這個 都是算是樂觀的估計 我覺得實際上可能更加差 好 這個就是暫時大家要留意 看看有沒有留言 電子人民幣 電子人民幣 這個很好的項目 最近都多人談 都好 等下做功課 問問KC博士 倒置期貨跌 是嗎 INDA和INDY是甚麼 是不是印度基金來的 印度貨幣 先看看 印度指數 印度指數 我要做個功課 印度的前景都有些 因為很多工廠現在要搬到印度 但是 印度現在不斷跟中國鬥搶生意 之前說過 Apple將會在印度開設第一個 旗艦的專門電買iPhone 不過這是年初的事 這幾個月發生過疫情的問題 印度要等它要 那些工廠想搬到你這裏 你要準備好才行 我也不知道印度現在的情況如何 所以不能夠作進說 還有那些股票我真的不懂 先研究一下 做個功課 有個網友說 昨天有個網友說 前幾天的 如果負利率發生 我們如何逃生 讓我再問Case博士 我把所有報告都扔給他 因為這個問題很長 月公印度基金 這麼厲害 我寧願找一些台灣基金 好像比較好 好 暫時今天就這樣 OK 感謝大家支持 今天星期二 OK 明天星期三 說廢話 OK 相當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訂閱到七萬 希望繼續步步高升 然後有更多新的節目 新的主持 另外我們都會繼續擴充 因為我們這間錄影廠 暫時用得很盡 我們再加節目 就不太搞到 所以我們就要再整理一下 第二間的Studio 之前不是整理好 因為我們有個嚴重的隔音問題 所以我們會藉著四天的長假期 作出一個決定 可能會再搞完這次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支持我們 很感謝一直以來 感謝很多長期支持我們的 無論網友和客戶 星期一出了一段很過癮的影片 就是瑞信Ivan 瑞信Ivan在四年前都已經開始支持我們 沒有瑞信Ivan就沒有我們Regal Finance的今天 所以就相當感謝Ivan 另外當然還有去年我們開始合作的華盛證券 Thank you Joe 還有CME 最近多了很多公司去聯絡我們 我們希望可以越做越好 以及介紹不同的產品給大家 當然我們也要責任去令大家認識這些風險 我們也要再做一些功夫 所以大家繼續幫忙 按一個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個對我們很重要 究竟八萬我們會怎樣 究竟九萬我們會怎樣 究竟十萬我們會怎樣 我很期待這件事發生 還有Facebook的朋友 都不要放棄Facebook 都要給我們一個Like 因為Facebook對我們推廣其實都有作用 OK 支持小弟的 除了Patreon支持 還有小弟的眾籌平台 還有小弟的產品 有興趣可以用一個QR Code 或者WhatsApp 9306393 今天有FB Live 還有小兵 今天是不是新節目登場 今天好像是新節目登場 就是Ivan 詩神和小兵的新節目 大家準備留意 然後還有很多豐富的節目 感謝大家 同一節目明天10點 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